咱们接着昨天的视频继续讲 因为老板的儿子嫌弃我的狗子太脏 于是不让我继续留宿了 从这家客栈离开后 当天晚上被好心的潘大哥收留了一百 而且还蹭上了一顿晚饭吃 第二天一早 潘大哥就来叫我去抓稻花鱼 因为晚上要做苗王鱼晚宴 听到如此霸气的菜民 瞬间勾起了我的好奇心 哈喽大家好 我是简小白 咱们现在还是在这个麻料村的 今天呢我要跟着昨天 我们认识的那个大哥去抓鱼 然后晚上呢 做那个就是他们这边 非常有特色的那个佳肴 稻花鱼啊 我特别的兴奋 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去体验一下吧 我们现在是准备要开车 去一个田里面 大哥 我们去的那个地方还有多远 五公里的样子啊 那我开我的车 你开你们的车吧 我主要是这两个家伙 走了 你一不妞 到了 咱们 下来吧 跳 跳意思的 这才是旅行的终极意义啊 你们两个慢点 就是这里吗 哇塞 我来晚了 来早一点 你们可能前段时间刚割骨子啊 这个才刚吃完 我去 吃 十来天啊 我现在鼻子都冻红了 哦 要穿水蝎下去啊 我就只能在岸上看着你们抓咯 你这是在摘什么 辣椒 这一个来配这个稻瓜鱼是最好吃的 哦 用这个辣椒配稻瓜鱼最好吃 哦 我们看一下 这是辣椒 哇塞 原来他们抓稻田里面的鱼是这样抓 抓这个也挺辛苦的 因为这个天非常非常的冷 不好抓 感觉抓了这么半天都没抓到一个 我感觉不好抓呀 抓到了吗 好像抓到一个哦 抓到一条肥的 抓到一个了 又抓到了一条 这又抓到了一条 抓了多少条的呀 五条啊 我们看一下这桶里面的鱼 哇塞 这个算是鱼里面很大的鱼了 很大的哦 田里面很大的鱼 但是对于别人经常去河边 这个钓的话这个就小了 捕鱼回来后啊 借此机会正好可以好好了解一下这位潘大哥 看看他到底是做什么的 因为他的形象气质总给我一种不凡的感觉 我可以进来拍一下吗 可以啊 你是不是那个小白 小白我搞了 我现在有点灭熟了 我经常看你 你居然是做我来了 我经常看你来视频 这次在做什么师傅 做营花 营花 头饰上 耳环 好漂亮哦这个 你们做的这个又是什么 做这个小扣扣拿来挂件 挂这些小配件 挂配件的 原来潘大哥一家祖辈就在村子里做苗族银饰 这是他们村子的传统手艺 潘大哥说 他做这个手艺是传承了父辈的精神 做这行已经15年之久了 我所处的这个村子 在2009年初 被中国美术协会评为中国银饰之乡 麻料村更是被誉为银匠之村 因为这个村子 世代以银饰加工为生 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 反多年轻人外出务工 有能力的年轻人都选择去城市里经营这个手艺 而潘大哥为了更好的传承银匠手艺 在2018年 他选择返乡创业 希望通过这样的手艺 为自己的家乡打造出名堂 让更多人留守村里 能够依靠这项手艺谋生 以你现在自己的技术的话 你为啥不去外面做呀 因为你现在已经做得很好了嘛 你去外面做可能会 就是更有前途一些 其实我也是一个 很就是有群华的人 然后也喜欢家乡里面这种华镜 毕竟还有家里面也有老人嘛 然后把自己的一个事业放到家里面 然后也开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些工匠都去外面做很多很多 没有摆到家里面来 想找回那种儿时的那种感觉 就是小的时候 我们走在这些路上 走在那些小巷 都是听到那些叮叮当当的这种声音 很温暖 很热闹 你去到哪个地方都是有很多的人 对 但是像现在你去比较冷清 大哥 你做这件事情的初心是什么 我返乡创业的这么一个初心 那就是想回来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让他们更加去有兴趣来学我们这种手艺 让他们在家里面也可以做自己的事业 让我们这个苗族银式的这一块手艺 得到更好的传承 更好的保护 看着小小的银匠工坊 听着铁锤敲击的叮咚声 走在古朴的苗族小寨 仿佛时光就此为我停留下来 在过去 你可以听到屋内传出各式各样的叮咚声 这是匠人锻造银式的声音 几乎每家每户都从事着这样的记忆 这里的童年除了追逐打闹的声音 还有铁锤的鸡打声 孩童从巷里奔过 这似乎就是他们最温暖 最有力量的声音 然后现在我要去吃饭了 好多人 我有点不好意思 哇塞 好丰盛哦 好多人 一会儿 来 坐起来 好好好 行 谢谢 谢谢 对了 我拿了一些小吃 我看考虑到你们喝酒就拿了 下酒 打开来 大五花鱼 看到我这个脸了吗 又像是唱戏的 有一点红红的 他们这个苗族的米酒是带着有点厚劲的 吃完了以后刚开始没感觉越喝越甜 越喝到后面就 头顶这里一圈就开始放星星了 好吧 现在大家伙儿吃完饭了也收工了 我吃的很爽 喝了一点小酒 这个是怎么说呢 到苗族人家里面做客 一点酒 不沾那也不行 这是他们的代客之道 我觉得来到这边体验这样的特色美食佳肴 体验这样的传统文化 我觉得特别的好 特别的棒 我今天又得晕乎乎的睡过去了 那潘大哥 我们一起拍个合影 拍个合影 然后做个留恋 对 然后拍完合影咱又要出发了 我现在和他们一起拍个合影 他们都是马里奥村的手艺人 银匠手艺人 我觉得非常值得纪念一下 来这边 坐下 哎 屁股 屁股 哎 对对对 一个手势嘛 3 2 1 好了 咱们拍完照了 也要 该出发了 那我就真的出发了 潘大哥 以后有机会再来 我们这边 逢年过节很热闹 到时候你过来 我给你信息 哈哈哈哈 那我就走了 潘大哥 在马里奥村呆的这几天时间里 体验了当地的特色美食 苗王鱼和酸汤鱼 还有那地道的米酒 不胜酒力的我 这两天也是过得浑浑噩噩 过后再回忆 仿佛只是在梦里来过 或许你会问我 为什么如此喜欢这些村寨 因为这里有一群纯粹的人们 因为他们的善良和温暖的笑脸 旅途上的冷暖 只有自己知道 而每一个目的地 也正因为他们的出现 才让我不知疲倦的前行 我看在我身边的地道上 中文有什么事 我看在那边 尤其是不得了 就说是不得了